在当午节过后已经正式进入夏天 各种病毒也开始活跃 疾病管制局公布了今年第一个 日本脑炎的确定病例 还有从越南旅游回来的两名男子 感染了德国麻疹 其中一个人还把病毒传染给 只有14个月大的小女儿 另外肠病毒急诊比例也超过了警戒值 卫生单位特别呼吁民众要勤洗手 而且出国旅游回来 一定要注意身体变化 夏天是各种病毒的活跃季节 疾病管制局发布今年第一个 日本脑炎确定病例 是住在高雄市的63岁女性 4号开始觉得头痛 本身有慢性病史 因为情况一直没有改善而就医 13号被确诊为日本脑炎 首先发觉的是有头痛 发烧颈部僵硬等等这些日本脑炎的症状 他目前还在医院住院当中 神志不是太清楚 就我们所知道他家里的人 索性没有其他人受到感染有类似的症状 而最近东南亚地区爆发德国麻疹流行 光是越南北部 今年以来已经有几千个案例 疾管局掌握到两名上个月同团 到越南旅游的男性 回国后陆续发现发烧 耳后淋巴结肿大 出红疹的情况 其中一位还传染给自己14个月的小女儿 幸好症状轻微在家自主隔离 这位父亲在刚开始调查的时候 可能是症状是蛮轻微的 也不以为意 因此并没有这么讲 直到后来症状是比较 可能比较严重了之后 才跟卫生单位的人讲出 他其实身体也不舒服 另外上周肠病毒急诊率 也升到千分之三点九九 超过了警戒值 花莲和新北市 最近也分别检出各两起 肠病毒71型轻症病例 疾管局提醒 日本脑炎与灯格热 都是经由蚊子传染 居家环境保持卫生 预防蚊子叮咬 暑假进入出国忘记 旅游前接种疫苗 回国后注意身体状况 就医时务必告知旅游史 如果有隐瞒不报 导致疫情扩大 不只可能传染给身边的新人 更会被疾管局 医传染病防治法开罚 记者欢迎莫庄志诚台北报道 啊